杨明年车队队在这次的访问当中 在一共曼谷和新加坡都获得了全胜 接下来还有马来西亚跟香港的第一站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来麻烦王教练来谈一谈 就是杨明球队现在目前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们杨明自从12号离开这个中国以后 第一站到西共那么是全胜 本来我们只打三场 因一次我这个西共也在地要求 要我们再打了一场 所以跟他们国家代表又打了一场 赢他们三十分 第二站是到了曼谷 是正式比赛就是打了三场 另外呢就是一个冲武力府 神长彻底地邀请我们 法律宾去表演一下一场 然后又到这个泰国的主打 也是表演示范一场 攻击达了五场是全胜 现在到新加坡 打了这个五场也是全胜 现在我们同学们的状况都很良好 尤其是在国外的表现 他们随时随地都足以到这个中华儿女 他们表现得都非常勇敢 能够刻苦 杨明队曾经好几次出国比赛 那么根据您的经验 您觉得东南亚地区的 民主乱者运动发展的情形怎么样 我说这个东南亚的几个国家 我深深的一个感想 就是远南新加坡 领导南云的人的这个热心 支持着我们小发展 今天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